那在这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本身暂时有真正在看好的一只股 我不知道各位认不认识这家公司叫GoPro GoPro GoPro其实我相信多多少少都有听过这家公司吧 有没有用过 这要看客人 因为他们之前出名的是就是你去做运动 或者可能比较一些激励的一些活动的照相机 那之前呢 这家公司其实他的表现不太理想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长期的图表你就知道了 这短期看起来相当不错在走场 但是如果你拉长来看 他上市的过程其实一开始涨得很厉害 然后就一跌跌了 过后2016年就无法突破这个20块的这个位置了 但是为什么最近我会开始去关注他 原因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去接触一些可能新闻方面的东西 多多少少可能你会接触会碰到会读到了 GoPro之前大家都认识他是做什么 做就是照相机 就是camera video camera 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卖他怎么去赚钱 他就是要卖很多这些照相机才可以赚到钱 对不对 但是最近他已经慢慢转成一个订阅的一个付费方式 就是除了卖照相机 他们其实还有做一个就是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 他们有一个service有一个服务啊 就是让你做一个subscription 然后你可以运用他这个平台去做你的剪接 就变成有点像Adobe 但是他的这个是专门给GoPro的一些用者 所以这边就会开始看到 这个如果他是成功可以从这个服务啊 开始赚到更多的一些利润的话 那他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价可能会有一个反转 英文我们是叫turnaround stop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很多年 从2016年到现在可能接近5年了 45年 他是无法突破这一个位置吗 对不对 无法突破这20块 那他的这个价格也压得很扁 很低 那如果他开始慢慢有一个反转的状况 就不只是从技术图表去看 自从基本面 如果他可以开始慢慢看到 他这个earnings 他这个利润开始赚越来越好了 那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交易者投资者 慢慢会去关注他 那身为我们啊 我们要早一点点进 原因就是当社交媒体或者新闻已经开始抓到他的时候 通常价格已经暴涨了 已经是太迟了 那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11月头的时候 他刚刚出了最新的这个earnings 那你可以看得到他这边earnings 他大多数的这些投资者交易者呢 预测estimate他是0.2 但是他真正出来的时候是0.34 是好的 这revenue estimate是292 他出来的时候是3.16 也是好的 所以整体来看 我其实在关注的是他这些earnings 就是因为他最近才开始转为这个新的模式 所以我要去留意的是说 他这个模式到底会不会成功 会不会赚得更多钱 所以11月份的这个report 他这个financial report 其实是证明说 有机会 这个公司是可以做一个turn around的 来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8月份出的 也是相当不错 有没有看到 他是在涨 8月份出来的时候是249 然后这边是0.12 对不对 然后呢 11月份出的是3.16 0.34 有没有 所以他其实在基本面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是相当不错 那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些技术图表 我就可以看得到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支撑主力点 这整个形式看起来是很慢的 调整了 那最近呢 这个report出来的时候是11月头 他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推动了 所以这一个公司GoPro 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真正去关注他一下 那这一周如果他真的是形成这样子一个小小调整浪 我会以一个突破方式来找一个进场点 OK 那暂时哈 暂时我们当然要关注一下价格怎么去形成了 暂时如果他在这边形成调整浪的话 那我会以这个10块时髦来做我的进场位置 大概是这样 那为什么这个会叫turnaround 因为如果你今天不去杠杆他 也就是说你今天用现金来进场10块钱了 我们就简单来说10块钱就是每一股是10块钱 那如果最惨的状况 最惨的状况这家公司到最后倒闭了 有没有可能啊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吗 对不对可能就是这整个模式到最后也是不行就倒闭了 OK 那如果这家公司倒闭最惨的状况 你是如果投入每股10块钱 你就亏完 亏到完10块钱 但是对比啊 他如果真的是可以把这整个公司的模式做好 然后反弹轴涨 OK 他可以上涨的这个空间就非常非常大 那当然我们不需要看到他最高顶峰 我们假设说看这边小小之前的一些支撑阻力点 也就是大概已经是37块了 比如说你在10块进场 你的最惨状况就是到零亏到完 也就是你的风险是10块 那你上涨的这个空间 你会发现如果他是成功突破这些高点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上到30了 那你上涨的空间是10到30是3倍 所以你这样子来看一下 你就知道说这个公司值得去关注 值得去参考 所以这边也是可以这样子来寻找一些交易的机会 就是通过通过可能一些公司 之前很出名 但是最近过后可能做的不好 OK 然后你再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反转的一些因素 来协助这家公司的价格反转走涨 OK 所以GoPro是其中一家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之前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到这家公司叫Snapchat OK 之前Snapchat 你也是可以看得到 他一开始上市过后 他就已经盘整到这边 然后最近在去年才开始真正走涨 OK 其实为什么价格会这样子暴涨 他之间也是有一个因素的 那当然不只是看技术图标 这些交易机会的话 你一定要去了解这家公司 有什么因素可以导致他可能整个 会有一个反转的现象 因为Snapchat一开始过后 上市过后 很多人就看他也没有什么 Instagram比他好 OK 但是真正暴涨 是去年年差不多接近年尾 其中一个因素呢 是因为他里面所做的一些advertisement 是很特别 因为他是运用sticker 如果你们有玩 Instagram也是有的 他就是让你可能就拍到 的时候贴不同的一些一些sticker上去 那他们就成功拿来做宣传 就是假如说 MacDonald要做宣传的话 他可以去到Snapchat这个平台 然后制造很多不同 MacDonald的一些sticker 然后人家在拍照 在玩的时候 他就在做宣传了 这个就导致这个Snapchat 增加公司就暴涨 所以大家就可以这样子去找一些公司 就是之前可能有碰过 但是又没有什么在听到了的 这些也是一些机会来的 所以最近我在看的就是GoPro OK 所以希望这样子来 今天来给大家这样子来分享 就可以给到你不同的一个看法吧 因为我发现的是说 尤其是新手了 因为之前我是自己也有体验过 当我只是在看外汇市场的时候 然后发现这一个星期什么都没有 然后感觉就是好像不自在 没有没有机会交易 好像有点没有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东西 然后就会手痒痒 所以有几个方式 第一就是开始慢慢去扩展你的这个 金融市场上的一些知识吧 就是慢慢除了可以去交易外汇 你就可以开始增加可能交易商品 交易股票 那股票方面这边也今天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方式 也可以寻找到不同的一些交易机会了 可以哦 所以希望今天这样子的讲解 大家都有学习到了 我先讲解决一下 最后的会议会是不需要的 需要的更多的一些交易 需要的更多的一些交易 是否得更多的 是否在更多的交易 适当中的交易 是否在适当中的交易 是否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